大家好,我是野兽 今天给大家来讲一讲我们冬季手套 就是我们自己的风和自由品牌风雪 这里提前说一下 我以后的视频会分三种类型 第一类就是装备知识这一块的 另外一个就是装备话题类的 希望跟大家用话题的方式 给大家引路一些思考和看法 第三类就是装备介绍 由于做了这八个多月的视频 我也积累了一些经验 也得到了一些用户的反馈 其实说实际上话 我们整个行业的装备类的视频 其实是非常少的 以前也说过 也只有商家才会来做一些 布品类的视频 来做宣传 或者是产品功能的一些演示什么的 独立的装备这种介绍 还是很少人去设计的 而我是想去致力于做这种 比较独立的 比较准确的这种装备内容的一个介绍 以及比较中立的这种装备介绍 哪怕就是我们以后不卖的产品 我也打算去做一些这种 就是为用户提供一些这种参考的价值和评判 可能由于在介绍我们自己卖的商品的这时候 很多人都会觉得这是一个导购视频 但其实评良心说 我在介绍的时候都是有一说一 有二说二 也没有说鼓吹这种商品 只是说让用户更了解它的功能 以及它本身的特点 符不符合你的要求 以及你选不选 这个都是在于你自己 我更希望看到的是通过我的一些介绍 你能更了解这种商品 如果我介绍了一些商品的功能 如果没有符合你的要求 我也不推荐你购买 可以说市面上所有的这种装备都不是完美的 我觉得只有合适定位的装备 没有完美的装备 而我的职责是希望帮你找到合适你的装备 好了 开篇就说这么多了 接下来我会先提一个手套的认证 就叫EN13594 2015版 我在介绍户具视频的时候 提到EN1261 在防务贴的时候 介绍了EN168的一些测试 其实我们的手套 它也是有一个C1认证的 就是EN13594 2015版 它具体的内容 其实就是一些防膜 抗撕裂 然后还有手套的一个长短的要求 当然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缝线的一些承受的力 距离的参数我就放在这个大屏幕里 大家就可以去看一下 总结来说 如果这个手套通过了C1认证 它就会给出一个一级二级这种防护等级 这个二级的防护等级是比一级的要更好 特别说一下 就是一级的那个长短 它这个袖口的这个长度 如果是大于这个15毫米的话 它就认为是这个一级的防护等级 如果是这个袖口大于50毫米 它就是二级的这种要求 所以说如果是一款二级等级的手套 它应该要是长款的 就是要大于5公分 中长款 如果大家要买到这种 有C1等级的手套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区分一下 但是国内目前很少这种 做这种正规C1认证的这种手套 因为跟鞋子那一期一样的 如果它去做这个认证的话 它成本就又上来了 基本上现在我们国内的一些品牌 都没有去做这种C1认证 包括我们自己的这一款这种风学 也没有做认证 包括太词 很多都没有做认证 我目前接触到的就是新款的 新款的有几款 Communidad 它是做的C1认证的 关于手套的一些认证 国内是没有一个国标的数据的 不像头盔 现在有3C了 其实手套 很多都是来自于这种赛车运动的 一些经验的积淀 那就像太词这款运动手套 就是说它主打这种街道 比较强的这种防护的 你看它每一个地方的一个保护 都是非常到位的 像这种地方 nox的那种滑块 这种碳纤的 然后每个指关节 这个指关节这里 都是碳纤维的这种保护 像这里一块 还有 这双手套是1300多 不过我们这双手套有折扣 感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 打骨折 据我们线下实力店买过的几个朋友来反馈 手套的手感是非常好的 但是它就有点小贵 而且好像只有XL码或者XXL码 就是大手的人可以使用 小手的就没有尺码了 其实手套要做到这种像盔甲一样的防护 它是会笨重 很多人都希望是有一款这种轻薄 手感又好 操控又好的这种手套 约束力也很好 那就是就要像那种越野手套一样的 它防护能力很差的 就注重一些这种手感 戴什么样的手套 其实跟自己的一些驾驶的经验 还有自己对手感的这种要求都不同 但我这里我希望就是刚入门的一些车友 尽量是带有一些防护能力比较好一点的 说实话很多经验都是摔出来的 很多技术也是摔出来的 所以说尽量新手更应该去买这种 比较好一点防护的这种手套 我们以后的手套 其实也会做到一些比较好的保护 这是我们的一个理念 那扯了这么多 那我们今天进入主题 就是来介绍一下我们 今年的改版的风雪手套 那由于大批量到货了 所以我来带带货 有喜欢的或者适合你的需求的 欢迎大家支持 那我先就戴起来给大家示范一下 我本身这个手是戴M的手套 那这款也是M的 那我觉得就是说各方面也不挤 不像风霜一样 它偏小一点点偏紧一点点 那这个是刚刚合适 刚刚合适 那今年风雪的一个改进升级 主要是有两个地方 那第一个就是这个 上次也说过 就是我提过 这块一个拉环 那以前是用塑料的 因为塑料比较脆 然后在一些低温天气 就是特别是东北西北 因为我有一次在西北出差 我有一个背包 它上面的提的是一个塑料的 然后在南方是软的 在榆林零下十几度的环境 我一下火车 然后提到手上就崩断了 那所以说我们的风雪 就改了不锈钢的拉环 那也不会这样子坏 这样也更顺滑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雨刮的这一块 那去年是做的了右手 那今年我们两个手都做了 左右手左右开弓 你喜欢用哪个手就用哪个手 那着重的两个改进点就是这些 那下面我着重的就来说一下 这个手套的一些配置 以及我们的这种优势 太热了 我戴了手套是吧 对了 这里提醒一下大家 像这个我的手汗是比较多的 现在已经出了汗了 那我们这个手套呢 其实上次已经已经说过了 它是通过里面的那个防水膜啊 上面有一个搭搭子 它就是车在这里 防止拉出来 但是这个搭片的拉力呢 还是比较小的 如果你是猛的这样抽出来啊 这个保不准就拉坏了 那我这里有一双是这种拉坏的啊 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啊 那在脱手套的时候 特别是冬款手套 有防水膜的这种手套啊 一般国产的都是这种结构 那进口的会做的更好一点 就像太词的 那所以说啊 大家都注意一下 那不光是说我们的手套 其他的手套呢 品牌手套 也应该这样注意 就是在拔出来的时候 特别是你出了很多手汗的时候啊 你去拔这个手套 你不要猛的这样子 使命的扯 扯 不要这样子 先是怎么呢 把手套啊 这个先解开啊 我这个先拖出来一点点 然后不要这个扯到这个手指头 因为它这个内秤呢 是会往外拖一点点的啊 你应该拉住这里啊 拉到这里了 这里看到没有 一个个手指这样子拔一点啊 因为我手上全是汗啊 就能拔出来的话 就很那个 因为这个手套的保暖性 确实太好了 那这里呢 也跟大家说一下啊 就是你像我这种情况啊 就是很多手汗的这种情况啊 你看大家就是手汗很多啊 戴这个手套太暖和了 那我建议大家就去买这种手套内秤啊 这个手套内秤的作用呢 上次我已经说过了 那有的人反映了那种迪卡龙的便宜啊什么的啊 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下 那我觉得这一款啊 就跟太磁的那种手感呢 做的还不错的啊 太磁的卖一百多 我觉得这个卖 30来块钱 我觉得还可以的 那反正呢 你可以去对比一下那个迪卡龙的 然后它这个是出品的 不知道那个 迪卡龙的能不能出品啊 因为我是手出了很多汗嘛 我戴这个呢 我就觉得有点凉凉凉凉凉的 那我现在就给大家试验一下啊 这个 好 那这个你看 它就马上就跟内秤分离了 就没有那么有阻碍感 这个就很容易脱 那所以说上次我推荐的这种 有手汗的人啊 或者你怕这个内秤脏的人啊 这种戴这种手上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那你现在看 我一般都是拉到它这里 因为它这个防水膜呢 最多的线位也就是说 会出来一公分左右 会滑于一公分最多啊 或者是不到一公分 那你应该拔住这个中间这一块啊 然后一个如果是有那种 其他手指卡住啊 你没带这种内秤的话 你可以一个个这样拔 拔它就一下子出来了 太热了 那我说了 刚才有一个手套呢 是内秤着拔出来的啊 就这种啊 你这种再伸进去的话 就已经伸不进去了啊 这个是就是因为有人这种啊 它出了手手汗很大 然后这个手套也戴得合适 然后它就猛的这样一拉啊 前面还是没拉出来 因为有两个手指没拉出来 最后我直接索性就拔掉好了 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就是所以说 呃有手汗困扰的这种人呢 戴这种内秤呢 还是比较好的啊 感到我越说越没有重点啊 回到这个手套来 呃 这款手套呢 主要是采用了这个牛筋布这种啊 它比较致密 致密度呢 比较大 然后没有采用这种皮料 呃 说白了 就是为了成本 皮料呢 成本会高一点 那我们的风雪这款手套呢 它主要的防护配置呢 就有这么几个啊 指关节这个呃 主要的这个碳纤维的这个件 里面呢 它呃 领制了EVA的那种缓冲的棉啊 稍微增加了一点那种舒适感 然后它这个造型啊 其实就是里面的空间很大 所以你看跟这个拳拳这个块位置呢 就是感觉有个直角的这种呢 呃 是比较贴合的感觉啊 所以说你在操作的时候呢 它还是能提供一点舒适 不会绷着的那种感觉啊 啊在这个这个关节的地方啊 那增加了啊防磨的这种痘痘 主要是为了在你就是摔车的手 手背着地或者什么的啊 这里提供一些耐磨 掌部这个探线剑呢 主要是一个耐磨啊 这样子磨磨擦 另外一个呢 就是其实也是一个叫倒滑吧 它不希望手指是这样子弄过去的 是希望这个在地上一直这样的磨擦 顺着这种力的方向啊磨擦 那这块啊 它也是一个高耐磨的一个材料啊 比较软 它是通过这种低的那种工艺啊 弄上去的 那大概 这就是这三块 那那这里还内置了一个这种EVA的啊 也是为了一些就是防磨性 就怕磨这个手手臂这里 大概呢就是这几块的一个保护 然后用碳线剑呢 是主要是为了降低它的一个呃 克重 就是重量啊 比较轻巧一点 如果我这里这么大一块香蕉 然后这里再加一块香蕉的话 那手套是会比较重一点啊 这也是这种考虑 呃 然后在这个主要的配置保暖和防水上啊 我们是采用了这个3M的这个心血粒棉啊 这个呢是100克的啊 就是这里有一个60到140克的之间的啊 它我们选的是100克的 然后 这个膜 HEPRA的这个防水膜呢 是韩国的一家这种防水膜公司 那我们这个呃 防水膜呢也是进口的 所以我们敢承诺啊 就是如果在半年之内啊 你这个呃 漏水了 我们可以换新 那这也是我们希望给用户提供的一个啊 就是质量保障 虽然很多手套厂商啊 都没有提供这种自保的一种方案 但是我们坚持还是为大家啊提供 这样的话就是不用说啊 我三个月之后呃漏水了 这个防水手套就没用了 那其实我们不需 那其实我们希望是用更好的一个品控呃 和自保还有一个服务啊 提供给大家一个比较优质的一个呃 产品 那你说我们这个手套有很大很大的一个什么优势吗 那其实说实在话 我们是综合起来啊 一个是价格上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风雪呢只卖228 然后你可以用一个满简的一个优惠券 呃218 那其实在主流配置上啊 这个价格呢是比较偏低的 也是比较实惠的 那说实在话 因为中国的呃上次也说了啊 因为中国的一些手套开发呢 其实很多都借鉴了国外的一些公司的设计啊啊 技术啊 因为这些手套的一些技术呢 其实基本上都在代工厂商 那我们风雪的这款手套的配置呢 主要是这些 那对比主流的一些手套来说啊 它的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那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就是一个触屏功能 那我们实测呢 这个导电的这个PUP啊 就是根据这个手机的贴膜的质量啊 可能会有一些差异啊 特别是在苹果手机上 我们如果那个苹果手机是没有膜的话啊 它触屏的是非常零的 但是你买了那种不太好的膜 或者是买了有膜的那种 或者你贴了膜的这种苹果手机啊 可能它触孔稍微是没有那么零啊 这个跟膜有关系啊 这个我们也是实测过 当然了 不是说是你一定要去换个膜啊 就是你去试一下这个功能 而且最好是希望大家是用这个指尖这一块啊 去去滑动这个屏幕 大家都试试看 平常啊 这个有触摸屏的手指呢 也不要去到处乱画 它这个功能呢 会随着使用啊 这个功能会下降的 最后我来说一说 风雪这个推荐人群 那因为我们风霜啊 已经介绍过了 然后很多用户的一些反馈呢 就是说比较适合通勤啊 然后这个风雪啊 其实在很多群里面我们都在啊 收集这个用户的反馈 他觉得说啊 风雪这个太保暖了啊 啊 通勤的时候的比较笨重 评价呢 都是好的 那只是觉得两款那有差异 没想到这么保暖 那所以说我这里要跟大家建议一下 怎么选你适合你的冬季手套 那其实我上一期视频已经说过了啊 就是长短款啊 厚厚薄 都根据你的一些需求去选择 那就以我这个风霜和风雪来打比方啊 就是如果是你在城市通勤的话啊 我觉得这一款呢就够了 但是我前几天呢 我就起车 我试了一下这个啊 试了一个多小时 那有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呢 就是你的风啊 很容易从袖口 起衣服的袖口啊 灌到这里 就是觉得两个手臂觉得冷啊 这就是短款的一个通病 短款的一个手套的一个缺点吧 那长款的好处呢 就是你能把这个袖子啊 塞到这里面去 风呢 是不会从你的袖口啊 透到这里 你手臂呢 就不会觉得啊 凉 特别是你在骑一个小时左右 这种路程的时候 你这里就不会觉得太凉 那另外一点啊 这个长款手套的 佩戴这个方式 就是你日常骑行的时候 不下雨啊 你应该是把袖口 塞到这里面去 那如果啊 你是下雨的情况下 那我还是建议你把这个东西 套到你的衣服里面 骑行服里面 因为骑行服很多表面 其实都有些防泼水啊 或者甚至有防水内灯的啊 这样的话就能避免这个手套 这里面进水了 就应该这样子戴啊 把这个弄紧 然后把旗衣服 然后把旗衣服遮住这里 让水流啊 不直接进到这个袖口啊 这就是长款手套的在通勤 就是不下雨天和下雨天的两种方式啊 建议大家可以去试一试啊 你看我都是一个个手指这样子 拔出来的 这样的话手套它是会 手套内衬呢 它是会拖一点点出来 但是没关系啊 你下次戴进去的时候 就不会说是里面都那个了 像我这种有手汗的啊 我建议还是戴这种手套内衬啊 因为捋起来太麻烦了 这个这样子啊 慢慢的戳出来啊 不要那么暴力啊 有些没有做吊耳的那种 那特别是有一些 不是这种摩托车的手套 里面的手套内衬呢 它是没有做这个的 那我以前就有那种羊皮手套 那里面的内衬呢 就是进去出来啊 就戴出来了 那这个呢是不太容易的 但是你不要去 就是使蛮力拔出来 要拔到这里的时候 你的手指在这里啊 拔这里 不要只拔到这个手尖 因为它这个可能会拉到这里啊 那你拉到这里的话 里面的防水膜呢 和那个保温层呢 都在这里啊 慢慢的拖出来啊 如果你的 如果你拖手套难 还是考虑这个吧啊 价格高的 价格低的呢 都有啊 也有200多块钱的啊 大家就可以去收一下 就那个6-2 如果大家想看一个200多块钱 那个手套内衬啊 可以留言给我啊 我可以根据情况 到时候买一副来 给大家体验体验 那好 今天的这个风雪 这个手套的介绍呢 就到这里啊 有点乱 请大家多多包涵 那因为临近这个双弹啊 这个风雪呢 我们会参加这个活动 所以说有需要的朋友呢 请多多支持 如果你身边的朋友 想买的话啊 希望你帮忙多多推荐 非常感谢 那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